我不知道啊 因為等於是用屁股對折 不是我啦 畢生啦 畢生喔 是大眼睛啊 一開始前置作業的時候 給我們看很多 差更大的東西 我覺得我這次宣傳重點就是 如何讓家人不知道是不是要上檔 那不是我啦 畢生啦 畢生喔 好像畢貨 畢生喔 這個尺度沒辦法自己來的 沒有啦 那是他啦 那是東東啦 不是冠婷啦 那是東東啦 不是我嘛 我不知道那場發生什麼事 那場戲的話我們是事前 就有很多次的溝通 還有排練 對 所以我們在現場大概都知道 怎麼做 在當下在想的事情 應該就是角色的事情 演員的緊張就先擺到一邊去 然後後來就很順利地馬上拍完 然後我也不知道會拍人怎麼樣 但是後來配音的時候 錄音間 導演這電視可以播嗎 其實導演得來 一開始前置作業的時候 給我們看很多 尺度更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們自己心裡面 先有一個最壞的打算 對 沒有欸 我覺得我這次宣傳重點 就是如果讓家人不知道 是不是要上檔 真的家人不適合 會吧 都嚇得到 試看 就是 還好啦 我覺得現在 因為等於是用 生命 屁股對著 我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 我在當下怎麼樣被拍攝下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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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